技术很差 因为牛奶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而蛋白质在60度左右的时候会发生变性 因此才会在纸上显现出来呦 那在做实验之前呢 我先来变个魔术给大家看 这是一张白纸 等一下就知道它很厉害 我先点个香 那我来烧咯 这是个正制 为什么用线箱一烧这就会出来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面涂了硝酸钾 硝酸钾呢遇到高温呢 它会分解为亚硝酸钾 然后还有氧气 那氧气呢又会主燃 所以呢它就会沿着刚刚硝酸钾的地方 这样子去燃烧 但你们以为我们今天就是要用这些化学物质来做实验吗 错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实测看看 日常可得的一些物品 它是不是也可以做成无字天书呢 go 第一种柠檬 yeah 柠檬 然后水彩笔跟一张纸 这个是柠檬原汁刚刚挤的 上面还有柠檬纸 那我们来画画吧 那自己写我的名字好了 我写完了然后就是等它干 大家有看出来我写什么吗 哈哈你们看不到因为它是无字天书 是需要通关密语才可以看到它 我们已经等到刚刚写的字全部干掉了 那接下来就要拿出我们的酒精灯 打火机 我们来烧咯 不是把纸烧了 这样子可能是你要跟你祖先讲话才讲 哈哈哈哈 然后把你的纸呢靠近它但不要烧到 千万不要烧到它 有了有了 yeah 真的烧出来超明显的 柠檬中含有有机物 而当有机物预热脱水后 会产生碳化反应 同时纸张的纤维素也是属于有机物 同样也会发生碳化 但由于柠檬的碳化温度要低于纸张 因此遇到热食 有柠檬的部分会先碳化 自然就会出现刺激咯 接下来第二种牛奶 牛奶 那我一样要写字咯 这次写什么好 让你们猜猜我会写什么 应该很好猜吧 技术很差 有猜到我写的是山吗 有吧 那为什么牛奶可以让它变成无字天书呢 这个现象被称为加热显形 因为牛奶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而蛋白质在60度左右的时候呢 会发生变性 因此才会在纸上显现出来呦 第三种葡萄汁加小苏打水 耶 这是葡萄汁 小苏打水 这组合也太奇怪了吧 葡萄汁配小苏打水真的可以喔 那我们今天水跟小苏打1比1的比例下去调制的 那我们来试试看吧 接下来就是等它干 那接下来就是拿葡萄汁喷它 超明显 它有变色 很明显吧 蓝蓝的 啃它 画了一个可爱的笑脸 大家有看到吧 那这个的原理呢 其实是因为葡萄水呢 它是酸性的 然后小苏打水呢 是碱性的 所以小苏打水遇到葡萄水的时候呢 就会进行酸碱中和 然后就会变色啦 好的我们刚刚实验完了三种方式 分别就是 柠檬水 然后牛奶 跟小苏打水加葡萄汁 那这三种方式呢 其实都还蛮显色的 但是我觉得葡萄汁可能比较不实用吧 因为它毕竟喷成这样湿湿的 然后而且它味道很重 就是完全就是葡萄汁的味道 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应该是 牛奶吧 因为牛奶是最唾手可得的东西 就是你早餐喝剩的牛奶 然后就拿来写情书 然后再下午寄出去 好像蛮浪漫的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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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